《断射离》 《断射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做减法 将繁杂的时间回归到简单 其实《断射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整理 更是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 宇宙间的一切道理都是一增一减 非常简单 大到至减 人到中年 收获满满 但在人生的下半场 也要给自己的生活减减负 人生需要做减法 一个家庭也需要做减法 真正有福气的家庭 就从断射离开始 一 负面的情绪 越是带越是容易去伤害 人无时无刻都在受到情绪的影响 一句不中平的话 一件让人烦恼的事 甚至是一点小瑕疵 都有可能激怒一个人 进而引发情绪的风暴 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人因为工作不顺 被老板批评了 回家之后 他就对妻子发脾气 妻子无缘无故地 遭到了丈夫的数落 心有不甘 又把自己的气洒在儿子身上 儿子心里很委屈 一边哭泣 一边踢向了身边的小狗 被踢疼的小狗汪汪万将 转身就咬了男主人一口 可见一个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当你把坏情绪带回家里 一个家庭的氛围很快就受到情绪的影响 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有发生 当我们不能避免这样的坏情绪 就要想好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家人 亲近之人不是我们的情绪回收站 想要家庭和和睦睦 就要先断掉自己的负面情绪 回家之前 不管一天的生活是否顺利 先为自己换上一张笑脸 人一旦有了笑容 才会为家人带去愉悦的心情 笑口常开 家人也会受到感染 一个家庭的幸福 就是不轻易抱怨 不轻易发怒 人生在世 主动扔掉坏情绪 才会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二 舍弃多余的东西 作家苏秦曾说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学会做减法 学会舍得和放弃 方能获得轻盈和灵动的人生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吉伦效应 说的是人最开始想要的东西很少 一旦拥有了就会想要更多 每个人的家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用不着又舍不掉的东西 慢慢的这样的物品越来越多 最终堵塞了我们的生活 陶渊明在《归去来西词》中提到这样一个词 人为物类 有这样一位家庭主妇 收藏了一个精致的杯子 因为过于真实 一直都没有拿出来使用 平时他只用廉价又普通的塑料杯 朋友来访时 看到柜子里的高档玻璃杯 又看了看他手里的塑料杯 很是不解 问他为何不用时 女主人答道 这么好的东西我舍不得用 万一摔碎了多可惜啊 显然 女主人认为自己目前配不上这个高档的杯子 她在潜意识里就贬低了自己 这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困境 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 丢掉那些没用的东西 允许自己使用一些高档的东西 比如女主人那个精致的杯子 那么在这个舍弃与接受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撑得上这个高级的杯子 因为物品就是你自身的投影 我们舍弃的不仅仅是无用的物品 更是心中放不下的执念和贪欲 当我们再次陷入纠结时 不如问问自己 家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回头看看我们的钱半生 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到了 家不过就是一间房子 一正床 所以 不必纠结 不必烦心 放心地扔掉那些与你无缘的东西 一个家里 物品不多了 烦恼就少了 房子简洁了 人心就静了 心态乐观了 世界就开阔了 忍啊 别被物质所累 日子不简单 简单地过才能更快乐 三 远离无用的圈子 家里的杂物需要及时清理 同样 没有实际意义的圈子也需要减少 段舍离的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你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这些人就构成了真实的自己 你的圈子越广 就越容易生活在别人的生活中 人在什么样的圈子 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你的家庭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曾国藩的好友圈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正如他自己所说 他们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远离那些不求上进的人 还要求他的弟弟们也这样做 他的弟弟曾国华与曾国权 在衡阳读书 但衡阳的学生大多不爱读书 没有远大的志向 因此 曾国藩担心弟弟们受到这些学生的影响 丧尸斗志 坚决反对他们去衡阳读书 在曾国藩的劝告下 弟弟们前往长沙读书 并在罗泽南的帮助下 很快取得了进步 正因如此 宗氏家族传承了良好的家风 得以兴盛百年 俗话说得好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好的圈子能够帮我们更快地成长 而无用的圈子 会让人迷失自我 远离这样的圈子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更是为了家庭 人到周年 很多人依旧混迹于不同的圈子 每其名曰结交人脉 实则是在一步步淡出自己的家庭 一个家庭中 接触的圈子越复杂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就越少 孩子能感受到的 该就越淡淡薄 所谓的朋友显满了通讯路 可真正遇到难事时 能帮你的 只有自己的家人 只有当我们把各自的圈子里顺了 家庭才会有更好的契运 生活才会变得更加顺移 虽大到至简 方得始终 生活不简单 但尽量简单地过 作家马德说过 这个世界 看似周遭复杂 各色人等 泥沙俱下 本质上 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逆若成澈 世界就干净 逆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人生的幸福 从不在于拥有了多少物质 而在于拥有了多少快乐 三两之计 一杯浅茶 把生活回归简单 将内心变得充盈 你的生活就会变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周润发在十八岁那年 因上海滩一具的许文强 成为了万人模仿的英雄偶像 直到今天提起仍记忆游身 在大家眼里 他是国际巨星 是全民的偶像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巨星 在生活里却丝毫没有一点夹子 生活中的他 时常穿着人字脱合普通T恤 和市民一起挤地铁 坐公交 陪妻子去菜市场买菜 和小贩闹客 他说 脱下戏服 自己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生活是自己的 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 去年 周润发更是把自己累积的五十六亿身家全部捐出 毫无保留 对于这个举动 他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快乐的定义不同 别人或许是赚很多钱 看名车 大高尔夫球 而我的快乐来自于平淡和简单 生活没病莫通 如今的社会好像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 大家拼命努力加班加点工作挣钱 又努力拼命地花钱 追求吃喝玩乐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如此反复 六此不疲 桃怨名归去来 西词有两个成语 人为五类 心为行义 指的就是物之所类的欲望 远远压过了人们内心的精神愉悦 当你走过了人生的大半段路后 回头看看就会发现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我们都是一日三餐 最多也只能住一间房子 睡一张床 反而是过多的物质 成了我们在追求幸福路上 难以舍弃的负担 所以别想太多 没有过不去的烦恼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一个家庭的福气 是每个人共同修来的 愿我们都能在断舍离中 更好地了解自己 理清自己的内心 让生活过得更自在 也希望每一个家庭 都能断掉坏情绪 舍掉旧物品 离开不是圈 迎来新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